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颇有一些人支持这一论断 但都谨慎的声明没有直接证据 间接推论有这么几条根据 一 陈其美有流氓习气 本身就是帮回头目 除自己喜欢嫖妓 结交青红帮外 心胸狭隘 动辄暗杀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人 陶成章就是他指使蒋介石杀死的 蒋介石在日记中甚至说 他刺杀陶成章 是取得孙中山信任的重要因素 二 宋教人改组国民党 清除帮派分子 得罪了陈其美及其帮回朋友 三 宋教人大公无党的态度 进一步激怒了陈其美 且有史料说 陈其美亦有当总理的意图 四 宋案办理过程中 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毒死 应奎成越狱 这些都是黑白两道通吃 并在上海有盘根错节势力的陈其美才有的本事 足迹没有跨过长江一步的袁世凯 是无能为力的 我的意见是 两条线交叉了 一扑二主 两方利益交集 都是沙宋的主谋 但两个主子中 应奎成与国民党和陈其美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 这个论断与于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于有人没有否定 袁世凯和赵炳君在这个案件中的罪责 1916年 红书组在青岛骗了一笔钱 化名逃到上海公共租借 被债主起诉 1917年4月 被宋教人15岁儿子宋镇吕和秘书认出了他 又送到租借法院 1918年3月 已交京师地方司法部门审理 1919年3月 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处死刑 4月初被剿毙 红书组被捕后 于有人曾发出电报 要求严惩红书组 其中写道 吴 应 赵 元 谍遭天前 唯于此孽 法王使离 勿往引渡以后 严密防范 彻底跟究 术后之作恶者 之天倒南乌 助恶者 之国法末代 五十英在狱中被毒死 英奎成越狱后 1914年 在京津火车上被砍死 赵炳君也是1914年 在直立都督任上被毒死 袁世凯则因众判亲离 于1916年6月6日抑郁而终 红书组也落网了 可谓天网恢恢 作恶者 无一逃脱 这个电报非常明确谴责了袁世凯与赵炳君 与他的宋教人实相提语 并行不备 可见 他也认为是两条黑线交叉害死了宋教人 必须指出 不要以为只是袁世凯或陈其美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 国民党许多领袖 包括孙文 黄兴 张继等人都有这样的冲动 而且 在宋教人被刺之前 他们就跃跃欲试了 1914年6月3日 孙中山在指黄兴的信中 曾提及黄兴有暗杀袁世凯的计划 而早在民国初建的1912年 国民党元老张继已有这样的计划 并且得到孙中山支持 读赐源一事 孙先生顾飞绝不赞成 无意张仆权充当参议院院长 及次元计划中已重要步骤 改仆权为孙公言 袁世凯之专横非设计去此聊 革命将无成 而去此聊必先创设接近机会 福无以北人一语元恰 又见一掌之权 这不是孤立的事件 民国建立后 用暗杀消灭政敌或疑似的政敌 是国民党人惯用的计量 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 就是众所周知的案例 1915年12月25日 著名记者黄远庸在三藩市被暗杀 也是国民党干的罪恶勾当 国会系统也被贪权淹没 从选举开始 腐败和混乱就如影随身 曹汝林对此有卸身体会 有一天 忽歇道当选蒙古议员证书 甚为诧异 于既不是蒙古人 又没有参加竞选 何来当选议员 后来知道 蒙古议员名为选举 是由总统指派 故蒙古议员中 满蒙汉人都有 黄远庸当时就留下这样的记录 议员之脉身于甲乙各党 已成公然不掩之事实 有人为你卖身文起云 莫缘某甲 仅以本身所买得之一元一名 卖于某贵党 连皮带骨 一切不留 自卖于贵党之后 认从贵党 为非作歹 本源无补服从 此辈由于一身兼卖于肆无党者 买完以后 一律脱党 自明厌弃党争 其实 等到将来有大宗买卖时 免得受党义拘束 若以以此连皮带骨而卖尽者 其人尚是三代以上之人物也 买卖之盛 以议会初开始为罪 今日各书买锁 以一律关门 近日一元乃如孙猴子毫毛 气势而变 脚跟无线如棚转 据记者所知 已有十数一元 到京未及两月 已会计数千元回家者 从前北京马车及西 今之一元带十又八九座马车者 且多为自制之马车 一元纳妾 代成最近之俗语 最近 名花若所谓 姚容初 今小局者 皆为某党之激烈分子纳聚 往往有几小厨迹 从前仅有一毛丫头之价值者 今皆得一元之捧场 身价十倍 当时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政坛的梁树明 晚年的回忆正是了黄远庸的记载 他说 在全国议员选举揭晓时 参众两院一席 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 在总名额八百多人中 号称五百多人 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 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鲜明 各党派既争相拉扯 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 当时 北京有东西两个车站 除内务部主管方面 委议员到京市有招待所 并派员到车站营后外 各党派各有其招待所 各都派人持旗帜在车站迎接 每件一亿员下车 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 比拉此车 某人的党籍即以其注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 颇有注入假招待所数日后 忽悠一注以招待所者 其内幕花样甚多 无非金钱九十拉拢 以稳健保守著称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全 比名高劳 在孙文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 国会岌岌可危 而仍然一意孤行之际写道 新海之义 除汉阳南京外 与军和平解决 并无激烈之战争 民国成立 凡挂名阁籍或少有关系者 无不习天功而祸后报 其代表民意之国会 亦且知有党 而不知有国 甚或不知有党 而为一己权力之事寻 梁启超则说 两巡不能举一一掌 百日不能定义愿法 法定人数之缺 日有所闻 修会讨席之举成为故事 兴而开会 则村域骂林 顽童闹穴 国家大计 百不及一 而为岁费六千事闻 此有其张名者 徐探其隐 则直非烂阳都位 而尽以私郎 贤非五谷大夫 而不休自愈 凡百会得 众所俱瞻 政府之不寻正轨 与政党之用权而不用惊 同一笔孔出气 神圣机关之神圣 尽于此矣 在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状况下 亵渎法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袁世凯时代 出任司法总长的张宗祥 曾沉痛地说过一件事 改王志兴案之提交大理院也 完全破坏司法程序 以大理院号称终审机关 相依书面为之 从无开庭例子 读此案由行政首长一手指挥 司法部奉令为谨 为司法使开以罪大恶力 于是大理院正式开庭 审判小小法币五百元贪污案 在中华民国为第一次 以为罪末一次云 此外 即使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军队 有的也是很腐败的 1916年初 居正奉命在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蒋介石为参谋长 五月开始军事行动 占领了维县 高密等地 蒋介石1917年济世 谈及1916年6月到山东看到的情况 其总司令为居正 即居去而以许重置代之 其干部为陈中福与周继清二人 勾结日本浪人 把持搜刮质疑 与约居一谈 毫无结果 乃及辞职赴北京观察现状 不过 黑暗之中有光明 无容置疑 辛亥革命后 三权分立体制在中国开局有良好的一面 例如 当时的法官尽管数量不足 但整体上敢于坚持司法独立 民国元年任职业律师的曹汝林晚年回忆 当时法官真是连结字号 对于送案 慎重审理 散职后由邪案卷回家工作 可当得清甚秦三子 各级议会和在野党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也是毫不容情的 由于言论出版自由 不少报刊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品格 加上公民社会强大 当时的腐败一一被接诸暴端 成为众人声讨的对象 这些都是净化社会的希望所在 宋教人案发生后 上海地方检察机关也敢于独立办案 发出传票 要国务总理赵炳军到上海接受询问 从袁世凯到民间各方 宋爱应由法院解决的态度非常鲜明 如果珍惜这个机会 中国的法治有可能逐步走上轨道 不幸 国民党内的极端派 跳不出革命年代养成的枪杆子定是非的苛旧 一意孤行 汉人发动二次革命 不但国民党堕入失败的深渊 袁世凯也失去制衡 而滑向从专制到称帝的死亡道路 被离故土 逃向埃及 紧锁大门 一片荒芜 为神陪伴 不离不弃 排挤侮辱 早就信仰 漫漫归途 以血为镖 生生不息 以心为本 靖雅斯汀重磅出击 商业传奇 敬请期待 以色列的奇迹 一场与神角力的国家崛起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